欢迎观看第十三机的 首先我们从第一经济层面来分析这场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全新的国防预算2.11兆 美国国防预算已占了全球的40% 美国全球的国防预算的总数比全球第二名至第十名的国家的总数量多出一巴 从2023年开始 美国就制定了国防预算破获了8000亿美元 为什么美国国防预算这样的高额 中国黄球网指出美国高额的国防预算就是全球战争的乱源 美国是一个军火战争起家的国家 自开国以来200亿年已经发生了整百次的战争 而且它的军火公司占了全球总数的八成 所以自从乌克兰这场战争开始 美国军火山都笑得皮笑肉不笑 每个军火山公司都赚得盆满金满 英美学者也曾经评论过 北约不断的向东扩 这已经是第五次的向多扩 现在的北约扩张已来到了俄罗斯门口 而且急着把乌克兰拉进北约的正义 这简直是俄罗斯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 自卫式的手段来向乌克兰开战 因为北约的军队已经来到自己的门口 就是一处俄罗斯的国界 就是北约 俄罗斯完全没有战争腐地 这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开散乌克兰的根源 如今普京大帝俄罗斯坚持只能用卢布 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欧美为了自己的生存 欧洲国家北约 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天然气的时候 只能用现有的美元欧元来兑换卢布 结果如此一来就把俄罗斯的卢布撑起来 既然开战以来 俄罗斯的卢布已升至四年上最高的兑换力 更有传言 赫尔松现在被俄罗斯所占领 已经开始启用卢布来兑换 就是以一对二的乌克兰元 乌克兰的粮仓 现在已经被俄罗斯抢光了 乌克兰会面临粮食短缺 由于俄罗斯鼓励世界各国 特别北约向俄罗斯购买石油天然气 粮食都必须用卢布或者用人民币兑换 这个兑换方式 郑重的威胁到美元霸权 全世界的趋势 因为只能启用这两种货币 就是用卢布及人民币 来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粮食 这使得中国的人民币更强劲 现在中国刚刚在世界传闻 已经拥有了120万亿资产 已超越美国 美国现在拥有90万亿资产 中国已经比富有的美国 多了整整30万亿元 成为世界最富 第二 法国的马克宏 法国的马克宏又当选了法国的总统 在这次竞选中 他主张欧洲议题化 他本身十分的排斥美国北约 因为美国的北约是以拜登为首 领导欧洲的习动 法国提倡欧洲各国 应该有自己的货币 自己的精致趋势 组织欧洲自己的军事组织 的军队远离北业集团 这主要就是说 欧洲会有自己的军事集团 摆脱北业的控制 有自己的自主权 万事都以欧洲的利益为首 这以现在美国拜登的北约军团 有直接的对窗 更有传闻 美国拜登可能在年中的选举中 失败 这可以影响乌克兰的战争的不齐 这一年串的行动战争的趋势 现在美国拜登在国内的支持度 已经掉到最低的水平 第三 欧洲及全球的形势 法国有12万人放火抗议 德国有10万人联名抗议 听从已经迎合美国阻止俄罗斯 抗议抵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场战争 而且北爱兰正在也在搞 独立要脱离英国帝国 英国首相鲍利斯政权岌岌可危 在印太战略中的四国 印度 日本 澳洲 及美国 因为印度根本不支持 抵制俄罗斯 所以美国的印太战略会议 十分的失败 另有古巴 委内内亚 伊朗 叙利亚 也有百万人抗议美国 的抵制俄罗斯的行动 而且现在 美国 决定发行乌克兰的700亿元 美国的反对党 共和党 分析过 乌克兰人民只能够拿到区区的欺言 全部钱应该是被贪污的政府 赤掉 全球已经有很多国家如印尼等国 已经组织成重大的反美联盟 抵制美国霸权主义 现在美国国内发生奶粉供应问题 传出奶粉有细性感染 更和党的议员更平静 白宫 拜登 这次 美国是一个先进的国家 竟然不能有充足的奶粉给人民的婴儿 为时 真是一个国耻 第四 美国 美国现在的经济膨胀 已经是自乌克兰战士以来 掉入一个深陷的底骨 这场乌克兰战争 要捐献给乌克兰的700亿 而现在的美国的通货膨胀 已经 急速的上升 而且人民已经 基本上不能购买到自己日常生活的用品 更重要的是 最近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 接而连三 这严重威胁到拜登的支持度 使拜登的全国支持度 显著的从咸牙市的掉落到谷底 川普曾经说 这不能够供应美国人民婴儿的奶粉 简直是美国的一件国耻 现在已经很多美国人在诚实 为所谓 美国自从这次乌克兰战争 要派发700亿给乌克兰打仗 人民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为什么 美国人需要支持这场战争 已经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 这场战事应该不会拖得太久 年尾的美国其中大选 如果拜登政党 势力 这会严重的使这场战争 美国支持乌克兰 成了停顿号 第五 亚树钢铁厂 亚树钢铁厂 传闻有生物制造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亚树营钢铁厂 已经掌握大部分的 生物制造的内幕和证据 亚树钢铁厂 亚树钢铁厂 更有传闻 北约及美国的高级军官 如加拿大中将等等 西方的政客 正在玩弄乌克兰的局势 最近 由于 俄罗斯 对 亚树营钢铁厂 丢下了几千枚的 白铃弹 至此 亚树营中的大鱼 全部 弃权 投降 于俄罗斯 其中包括了 美国前 特种部队司令 四星上相 埃里克奥尔森 英军中相 约翰贝利 也在弹极良权 的情况下 弃械投降 亚树营钢铁厂的人民 有指出 他们其实在 七三次 俄罗斯给一 开放人道走栏的时候 想逃出钢铁厂 不过被 乌克兰的士兵用枪指作 阻止这些 乌克兰难民 逃离亚树营 现在更有传闻 美国军方 已经开始联系 俄罗斯 就美国及北越 被逮捕的 高级司令 及高官 释放问题 以俄罗斯窃谈 不过遭到 俄罗斯的拒绝 现在美国国内 已经陷入高度的 通货混乱 世界各国 抗战更有组织 抗议 联盟 对抗美国败权 第六 亚树钢铁厂 乌克兰士兵士气低落 自从亚树营乌克兰的钢铁厂 纳粹分子 向俄罗斯投诚 亚树营钢铁厂纳粹的部队 曾经是乌克兰的总指挥中心 拥有了欧美部队的精英 帮乌克兰打这场 抗议的战争 他们当初还 发出豪言说 可以抗战十年 但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现在已经开始投降 所以 这时 亚树营钢铁厂的纳粹 精英 是乌克兰部队中的 精英中的精英 结果这些所谓的精英之精英 已经开始投降 这已经给所有乌克兰的部队 上了一个重要的一刻 就是 厂官都开始投降了 士兵你说 不会投降吗 更有指出 传言 约有五十多名的大仪 包括北约欧美高级指挥官集团 已经在亚树营投降于俄罗斯 至今为止 已经 大约有 两千七百多名的 士兵投降于俄罗斯 在 亚树营部分 而其他乌克兰战局的乌克兰战士都是一群乌克之众 他们都会以没有弹药、粮食、药品等理由拒绝往前线开战 第七 俄罗斯断了乌克兰的粮仓 俄罗斯 封锁黑海 抢夺乌克兰的粮仓 烂 乌克兰的粮仓不能从黑海运往欧洲及非洲各地 这会造成欧洲方面北约断粮 到时如果北约真的断粮没有粮食 小麦大麦食 就会回过头来求俄罗斯 普丁现在就是用这场粮食石油天然气来牵制北约集团 第八 现在流行乌克兰士兵投降 自从亚述营很多乌克兰以及北约的精英纳粹分子 都投降于俄罗斯 会造成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现在乌克兰前线、一线、二线的士兵 都已没有拿过枪支、断粮食、断药品、断枪线的理由投降于俄罗斯 更有些乌克兰士兵直接落跑了 俄罗斯最近已经开出一本《乌克兰士兵投降》的准则 SOP教导乌克兰士兵如何正确的投降于俄罗斯 乌克兰武装115尼集团 已经向俄罗斯集团 乌克兰的一线部队 58及14战部部队 也是因为向基普球员 断粮、断军火、断药品 而且他们现在使用的武器、枪械都是从二战时期留下来的 所以他们是处于一种很忽耐的状况 而且正在发视频告诉全世界他们所碰到的状况 而且他们考虑要投降于俄罗斯 至于美国发放给乌克兰的700亿元去了哪里呢 更有传闻是700亿的资助乌克兰 大部分80%已经给美国分的 他们分给美国国内的各种机构应用 剩下的残范更宜才留给乌克兰 而乌克兰是一个贪污大国 所以上面吃了大钱 下面吃了小钱 真正留上到乌克兰前线的钱 是可想而知 而且现在俄罗斯拼命的轰炸 北业军队运完 乌克兰前线的火车道 更有一个高招 俄罗斯采取了一个高招 就是在乌东部分渡河的时候 故意让了十多辆坦克 让乌克兰炸成一渡河计划 从而使另外一方面用掉斧泥山之际 让几百枚的火炮运往前线 乌克兰士兵现在从亚数云钢铁厂投降后 至今已经有八百多名的乌克兰士兵 投降于俄罗斯 俄罗斯在网上有传播 他会供应给乌克兰战俘 正常的三餐而且还有电视观看 从而来没有亏待乌克兰的战俘 从而鼓励更多的乌克兰士兵投降于俄罗斯 照目前的形势的发展 乌克兰士兵的士气十分的低落 乌东迟早已经会落入俄罗斯 这乌东迟早已经是俄罗斯普京手上的狼中鲁 所以看来这场大战 俄罗斯获胜的机会越来越高 一支详情请看第十四集的 普京之乌克兰之战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HURA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This is Rise on TV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